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旌旗公司为艺人提供的资源 对艺人来说是成风而上的风 是柳暗花明的名 娱乐圈有句话说 小红靠捧,大红靠命 有公司力捧的艺人如虎添翼 但是迄今为止 所有艺人的爆红都是随机产生的 没有一位是由公司打造的 这也是所有娱乐公司一直在努力研究的方向 王一博在2019年陈景令热播以后 一跃成为了大流量的艺人 其热度和发展令娱乐圈很多的艺人眼红 但王一博并不是公司力捧的艺人 他甚至还没有许多的新人机会多 王一博的人生到现在出现了四次拐点 他的成功是因为每一次机会他都抓住了 第一个拐点 有一次汪涵问王一博 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功课是什么 王一博说是体育 王一博总是提起他很感谢姥姥 因为小时候姥姥跟妈妈说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学什么 所以他才能够去学习街舞 王一博从初一开始在洛阳西哈邦学习街舞 2011年独初二的王一博参加了全国IBD的街舞大赛 在hiphop组32进16时遭遇了最后的亚军 止步16强 也因为此次的比赛被华英娱乐的星探发掘了 从此走上了一人之路 参加街舞比赛的孩子很多 被星探发掘签约成练习生的人却不多 王一博在13岁的时候抓住了他人生的方向 第二个拐点 王一博签约的月华娱乐 在那时候也只是刚成立了一年多 当时月华娱乐想要打造一支亚洲男团 于是在亚洲招收了一万多的练习生 进行了训练和筛选 四年之后 有五个人从这一万多名的训练生当中脱颖而出 成团出道 王一博正是其中之一 这次机会的把握并不容易 第一成功率低于万分之五 第二训练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承受能力 对于当时的训练有多苦 从越多月华练习生的访谈当中可以看到 同为月华练习生的火箭少女孟美琪和吴轩怡 是和王一博年纪相仿的练习生 他们曾经说过 公司第一个地下室那么大的房间 我们两个在冬天的时候把所有的镜子跳到全部都起雾了 那时候苦道没有办法说 有两个人个人休息时是隔音的 我们关了灯 在里边大哭大喊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发泄方式 庆幸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 王一博的队长周一轩说 当时他们跳舞跳到镜子上全是哈气 地上湿湿的都是汗水 他不小心滑倒了 手当时马上就肿了起来 但是也要继续练习 对于这段的经历 王一博没有说过太多 他曾经说 练习室上的镜子有哈气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进来 带起来的风很凉快 然后他们就可以喝口水上个厕所什么的 在创造101的时候 王一博曾经说过一句话 练习生没有时间哭 月华对练习生的训练 不比在学校的时候轻松 除了唱歌舞蹈语言礼仪之外 甚至还有半夜去野外练习灯光照眼 以保证面对闪光灯的时候 一人可以面对 这段经历是月华给王一博人生的刻画 也是伏笔 可惜月华娱乐对于市场的把握有些偏差 组合出道之后没能一击击中 后继发展 月华娱乐无力承担组合的运行了 在组合出道一年以后 公司告诉大家散开发展 王一博训练了四年之后 出道一年就被叫停了 王一博所在的组合 UNIQ在出道的时候 虽然没有大红 但是还是有粉丝的 王一博看着粉丝们来到他们身边 又看着自己无法登台 最后粉丝慢慢的离去 他就这样在家里待了半年 第三个拐点 2016年的1月1号 湖南台的老牌综艺天天向上 选拔副主持 当时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欧帝金恩生相继的离开了 天天兄弟只剩下汪涵和钱峰两个人 大张伟半夜接到了电话 凌威受命加入了天天兄弟 但他们还缺少一位负责游戏互动 有才艺的年轻主持人 对于这个机会 月华想要派UNIQ的队业长周一轩 和韩国艺人金胜柱去试试 王一博因为不爱说话 所以寻拔主持人这件事 公司开始就没有考虑过他 但是金胜柱档期协套不开 月华不想浪费机会 就让王一博去试一试 这是半年来王一博的第一份工作 这个小小的机会 却促成了王一博和月华的飞跃 四个月后 王一博从二十几位的天天小兄弟当中脱颖而出 正式签约湖南台加入了天天向上 这次机会的把握在几年后看 等于掀起了小半个人气小声圈 当时的天天小兄弟有 刘浩然 宋威龙 侯明浩 彭玉畅 UNIQ队长 周一轩 曾顺希 徐浩 白举刚 张艺杰等人 王一博签约湖南台以后 虽然从舞台爱豆变成了节目主持人 但是却没有顾此失彼 天天向上在2017年 一时改版 几乎每一期节目开始 都是由王一博跳开场舞的 虽然身份不同了 但是他还是可以在舞台上面跳舞 2016年12月 王一博参演了都市爱情励志喜剧 人间志位是清欢 该剧已于2017年的8月15号 在湖南卫视首播 2017年9月 王一博主演陪你到世界之巅开机 该剧是由芒果TV 清新文化 观达影视芒果护鱼联合出片 于2019年的6月9号 在芒果TV播出 芒果台带给王一博的 不只是一个主持人 还有两部影视剧 除了每周固定的主持 天天向上以外 按照传统 湖南台所有的大型晚会 都是由天天兄弟和快乐家族来主持的 所以王一博拥有了 主持湖南台大型晚会的身份 从2018年开始 湖南台跨年晚会 开始为王一博留下了单人表演的时间 王一博签约湖南台以后 越华娱乐几乎不用管他了 反而因为有他在湖南台 越华娱乐的艺人 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登上湖南台的节目 王一博邀请周一轩 李文汉 承湘去过天天向上的生日周 之后 承湘多次的参加了 天天向上的录制 2018年 王一博的跨年晚会表演的时间 也加入了承湘 越华妻子录制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王一博和承湘被借到了 主持人的团队来主持节目 吴轩仪不止一次的参加天天向上的录制 王一博成了接应他的师兄 只要有机会 王一博就会cue他说话 2016年之后 越华几乎不用管王一博的资源运行了 还有了一位湖南台员工做接应 第四个拐点 2018年腾讯的选秀节目 创造101 需要一位舞蹈导师 作为选秀节目的舞蹈导师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组合出道 第二个条件是舞蹈水平达到了导师水平 在目前的国内艺人里面 组合出道的艺人不少 但是说能够达到做舞蹈导师的水平的人却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稀缺 创造101的舞蹈导师是王一博 《青春有你1》的舞蹈导师是徐明浩 到了《青春有你2》的时候 节目组找了韩国女团Blackpink的舞丹 Lisa担任了舞蹈导师 创造赢2020的舞蹈导师宋倩 国内达到舞蹈导师标准的IDOL实在是太少了 由于导师的选择少 腾讯征选了之后 启用了王一博 这一次也是王一博重回舞台IDOL的机会 并且晋升为导师 在创造101的期间 王一博在练习室对训练生的指导 让大家看到了他的专业水平 在舞台上 王一博是令观众和练习生沸腾的存在 许多观众在看完节目之后问道 王一博的投票通报在哪里 好想拼可他 2019年 腾讯又邀请了王一博 担任滑板真人秀 极限青春的固定NC 2018年 就在筹备创造101之时 又有好消息传来 由企鹅影视 心态传媒出品的 古装仙侠剧陈情令 通知了王一博去面试 后来陈情令的制作人 杨夏在访谈当中说过 他们在挑选演员的时候 王一博在备选蓝忘机里 当时看照片 他们觉得和角色不太贴合 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人了 就把之前的照片找了出来 通知这些演员来试戏看看 王一博在接到通知以后 第二天就飞到剧组当中去面试了 担任创造101导师 是舞台回归 出演陈情令 是王一博的第一部古装剧 两个工作都是质的飞跃 由于古装剧在制作上面会更加的精细 往往都要比其他的剧投资大一些 剧组正规服装画更美了 所以演员都希望可以接到古装剧 狼忘机这个角色 沉默地站着却让人无法忽视 清冷不高傲 和弟子们同样的白衣抹额 却是贵公子 由于气质出挑 这个角色的选角 却成了剧组的大难题 剧组本是广洒网的 却在王一博在推门进来的一瞬间 觉得王里有余了 制作人杨夏说 他觉得这个就是蓝忘机的不二人选 七天后剧组官宣蓝忘机 七天时间定装拍宣传剧 剩下的时间还不够王一博看完魔道祖师呢 这一次他也是灵魏寿命 虽然一开始他凭借自身的气质铁合 拿到这个角色 那么在陈行令播出之后 蓝忘机收到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证明了王一博的演技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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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